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根据大陆经济观察报的报道 2月17日 河南安阳一楼盘发布的宣传广告引发热议 广告条幅上写着几个大字 零首付零月供 你买房我还贷 难道是开发商被逼疯了吗 如果不是的话 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呢 索罗斯最近再次语出惊人 他说 目前的形势已经让政权更替和革命的条件 完全酝酿成熟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奔主题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 咱们先讲个这样一个故事 在战国时期的宋国 有位老人非常喜欢猕猴 他在院中养了很多只 于是被人们称为鞠躬 这里的鞠在古书中的意思就是猕猴 鞠躬与猕猴相处久了 渐渐的就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而人猴之间呢 他的信息沟通就成了一种心领神会的交流 但是 因为这鞠躬养的猕猴太多 每天要消耗大量的瓜果蔬菜 一个普通家庭怎么能承受得住呢 同时啊 这鞠躬也发现 在他们村旁就有一棵高大的栗树 猕猴们非常喜欢吃树上结的巷子 于是每天喂时候就给他们些巷子吃 这样啊就可以减少食物的消耗 他本打算每天给猴子七颗巷子 早上三颗 晚上给四颗 但猴子听了 表示坚决反对 强烈抗议 于是啊 鞠躬为了安抚猴子们 早上给猴子四颗巷子 晚上三颗 猴子们听了以后欢呼雀跃啊 这就是成语朝三暮四的来历 出自庄子奇无论中的故事 原本指一养猴人以果子饲养猴子 施以榨树骗猴子的故事 后来啊 被用作比喻变化多端 捉摸不定 反复无常 啥意思呢 不是开发商疯了 零首富 零月供只不过是开发商先帮忙垫付 换个花样降价而已 2月17日下午 新黄河记者进行了暗访 他们以购房者的身份咨询了楼盘的售楼处 一名工作人员说 首富可以分期 只需要付定金 那剩下的首富啊 需要交房之前交期 零月供指的是贷款下来以后 月供由开发商来还 交房拿钥匙之前把这钱给开发商还上就好了 这样啊 就不用担心工期延期或者烂尾的现象 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建业集团方面 对方在微信中回复说 目前正在协商开发商把这条幅给撤下来 那根据公开的资料来看 建业花园里二期开发商是 安阳市永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有这个行业内人士说呀 这就是变相降价和零首富类似 那开发商会联合一些小的金融机构在买房的时候借给购房者一笔钱啊 算作首富 零月供也是这样操作的 也是同样金融机构在借给购房者首富的同时 再借给他们一笔钱用来还交房之前的月供 那这笔钱呢 需要购房人在交房之后再还给金融机构 利息不会太高 等于是变相降价 那通常市场不好的时候才会这样操作 在我个人来看呢 这广告做的很成功啊 成功的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用一个非常极端吸引眼球的广告语来吸引人们的关注 然后玩文字游戏 这里的零首富确实是不用付首富了 而是把首富变成了定金 这个定是一定的定 定下来的定 不是预定的定 一字之差可是千差万别呀 交了这个定金就算上了贼船 以前是开发商跑路 购房者先承担了贷款 再得到烂尾楼 现在是开发商跑路 购房者先得到了烂尾楼 然后还是要承担贷款 因为这个贷款合同上的名字还是购房人 一旦房子烂尾 后面的贷款 购房人一分也不能少交 这就像前面提到的故事 都是细耍猴子的套路 乍一看还以为开发商疯了 房子开始不要钱白送了 哪有这种好事呢 实际情况是 过去戏耍猴子的套路不管用了 换套新的玩法继续骗猴子 如果开发商突然跑路 不替购房人还贷款怎么办呢 开发商跑路 贷款还得购房人还 因为这个贷款合同是购房人欠银行的 到时候银行就会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一套售价100万的房子就相当于花了20万储蓄加80万负债 这还没算上利息 那这里会涉及到三个风险 一是购房者要还80万房贷 如果首付凑得太勉强 后续储蓄和收入跟不上 比如失业引发了断供 那么未来房子就不知道是谁的了 二是房价下跌的风险 千万不要被所谓的刚需论给忽悠 贷款就是加杠杆 20%首付是5倍杠杆 如果房价下跌20% 即便购房人还能咬碎钢牙还上贷款 他也已经把这首付给赔光了 再就是能变现的资产才是财富 未来的中共国人口暴跌已经不可避免 因为很多年轻人现在都不生孩子 是他们不想生吗 北大教授终于说实话了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说 使用过去少生的思路做多生的工作很难产生成效 过去的目标是少生 可以直接通过限制生育数量来达到 但如今需要提高生育率 想让年轻人多生愿意生 直接鼓励生育来施加干预没啥作用 真正要解决的是民生问题 解决的是年轻人的生存压力问题 这才是导致现在很多人不生孩子的原因 年轻人面对生育成本过高 住房就业失业等多重压力 哪还有精力和能力生孩子呢 最近四川取消了是否结婚的限制 也取消了生育数量的限制 实际上啊 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前 生育和婚姻是没关系的 婚姻有婚姻法 生育没有限制 但新出生的孩子要去户籍部门 登记商户口 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制度 却绑在一起 就为了曾经的所谓计划生育 实际上啊 就是计划杀人 当时如果顺其自然的话 也不会有今天的灾难性后果 中共就是管什么什么乱 所谓的改革开放 就是因为实在没辙了 再管下去就要亡国了 所以才放开了一些限制 让老百姓可以自谋生路 做点生意 这才有了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而这个管理中国人的户籍制度 也是非常的邪恶 把中国人从出生就变成了奴隶 绑定在土地上 无法自由的迁徙 都说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人的天性就是去更好的地方生活 但是只要中国人还有户口在 到了其他城市 那就是二等公民 现在很多年轻人 算是彻底看清楚了 与其让孩子生下来既为奴 被用作人矿来开采 还不如就此打住 那我们受够了 悲剧就在我们这一代结束 所以才有了那句 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哀鸣 既然是最后一代 还奋斗什么呢 还努力什么呢 有些人呢 直接就开始了摆烂人生 最近一则名为 我毕业五年存款五千 他中专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 爆红网络 视频中两名名校毕业生 介绍自己高开低走的就业经历 视频的主人公弯弯和超超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 毕业五年期间 一个曾经在互联网大厂工作 现在存款只有五千 另一位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了研究生 梦想成为一名编剧 结果是一路碰壁呀 他上一份工作是一家火锅店的服务员 看来呀 这中共国实在是太卷了 与其奋斗不息 不如随遇而安 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攀比 不再追求什么房子 车子票子的时候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房子 成为负资产 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2013年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 一美元买美国破落之城的一栋房 说的是破产后的工业化城市 底特律 那如今十年过去了 有没有好转呢 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ub的分析报告显示 密西根州底特律 在最穷城市中排名第一 未来中共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城市呢 我个人认为这是大概率事件 当50后60后相继离世 70后80后相继老去 将会有多少房子没人住呢 更要命的是 普通的中国人失去了希望 韭菜不再追求茁壮成长 人况失去了开采价值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2019年欧盟投资东南亚61亿欧元 2021年欧盟投资东南亚是265亿元 2022年3月份以来 印尼出口同比增长超过了40% 越南超过了30% 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都超过了20% 订单正在快速的向东南亚等国转移 去年第四季度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幅下跌 跌幅超过了20%以上 而同期从加拿大 墨西哥 韩国和东盟进口大幅增长 而2022年 美国的进口总量并没有下降 中国2023年的春季外贸订单 总体下降40% 其中传统产品下降超过50% 外贸企业出国抢单 收效甚微 欧盟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2022年1月的9月 美国从欧洲进口4490亿美元 从中国进口4180亿美元 第二大进口国是北美联盟 比如加拿大 墨西哥 而中国降到了第三位 印度将成为 苹果生产和营销的新增长点 产能将现在的5%到7%增长到25% 而中共国大陆现在占50% 东盟和印度以劳动密集性为主的配套供应链 基本可以成行了 那美国日本荷兰三个国家 共同制裁中共国的芯片产业 戴尔公司将在2024年弃用中国的芯片 并且准备在2025年把一半的产能都转移到印度和越南 索尼将把中国的产能的90% 移往泰国 日本东芝在中国的24个城市 33家工厂与研发机构都将会在今年底关闭 其中研发机构与精密部件生产将会返回到日本 电器业务全部转往越南 这应该是东芝关闭在大连的电视工厂之后 又一次大规模撤退 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 虽然中国开放了疫情防控 但欧盟投资者仍然开始冷淡中国 青睐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脱钩 产业链多样化决策已经做出 而东南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疫情这三年 欧盟投资者们认为 这中国变得不可预测不可信赖 并且效率也不再是那么高了 部分供应链还回到东欧 比如波兰克罗地亚等国家 那里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了 另外2月16日金融大鳄索罗斯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 习近平的绝大部分难题 都是他自我折腾所导致的 而他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 则是他执政以来的最大的错误 不仅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而且把他们逼到了公开反抗的边缘 习近平后来的压力下 突然大撒把势的解封 导致疫情飙升 更是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动摇了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 那目前的形势已经让政权更替 或革命的条件完全酝酿成熟 那对于索罗斯这个人 我们过去都说过 这里就不再做过多评价了 他的说法呀代表着国际上的左派势力 与袭视中共的矛盾日益深刻 当然这是狗咬狗 我们坐山观虎斗就好 最好是玉石俱焚 那无论是中共还是左共 只要是共产主义 就是人类的这个敌人 就是反人性的 就是反人类的 好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